52岁香港女星宏心2009年与小他10岁中国男星张丹丰结婚 两人育有一女,但姐弟恋一直不被看好,男方还曾被曝出轨 两人走过14年的风风雨雨,宏心在5月1日凌晨突然在微博宣布离婚 5年前张丹丰被曝出鬼美女经纪人碧莹,宏心当时力挺老公,她也立刻表态辞退经纪人回归家庭 不料去年12月被网民爆料其实碧莹私下仍然帮她接工作,而且外地演出时,两人根本睡同一房间 据知,张丹丰演绎工作的收入也直接会入碧莹账户 虽然张丹丰强调和碧莹只是合作关系,但她扶赠小三经纪人的结婚证书已在网上流传 宏心忍了半年,一日凌晨3点多突然在微博宣告我和张丹丰不再是夫妻关系,断了三角情 不过宏心才发了微博便马上被删除,之后又再发 气得红心留言,某人一直删除我微博 网民猜测她老公知道账号密码,劝她赶快把密码拿回来,彻底和张丹丰了断干净 随后张丹丰也在微博发文,对,不过了 并标记红心的账号,有网民留言酸她,所以是删不过来才回应的吗 结果她在留言区疯狂开呛网民,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删了,等我律师喊恶等 碧莹后来也加入战局,在微博发文,两位老师,吵架归吵架别拿离婚开玩笑 这模发展我真是说不清了,并标记张丹丰和红心账号,极力撇清关系 其实红心和张丹丰四天前才一起直播带货,但夫妻同框气氛却十分尴尬,男方始终不看向女方 完全不跟她有眼神交流,还屡次打断她说话 她卖货也自己说自己的,不跟红心互动 网民当时都心疼红心,觉得两人之间已经没有爱了不如分开 果然才隔四天,红心便宣告离婚 感谢观看